同志们咱们又见证历史了 今天黄金的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1923美元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黄金价值最高的一天 我知道这会儿肯定有人在想 为啥自己没有早点去买黄金 不然肯定比股市基金更赚钱 但同志们真是这样吗 你看看哪怕从今年的最低点算起 到现在黄金的涨幅刚刚30% 而咱们口中那个不争气的股市呢 从年初到现在涨幅同样29% 所以我说黄金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 股市也并非一无是处 可以有人要问了 那为啥我感觉黄金一直都在涨 一直特别稳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不过没有像股票一样 天天都盯着黄金看罢了 其实我告诉你啊 黄金的波动可比股市刺激多了 暴跌腰斩啥的跟吃饭一样简单 在今年之前呢 黄金的走势就突出一个暴涨 暴跌随时能变脸 所以现在我们也不能看着黄金创新高了 就去无脑追高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把投资黄金的心态 带到股市里去 什么心态 淡定从容的心态啊 黄金一跌 大妈们疯狂抢购 因为都知道它有价值 跌了反而能多买点 为啥股票一跌 你就要上窜下跳恐慌抛售呢 如果我们能把大妈存黄金的心态 拿来做投资 那结果肯定会由于你上窜瞎跳来回操作的 最后啊 大家再看一眼黄金的走势 反问自己一句 你会在这些地方下车吗 你能守到黄金创新高吗 这是什么啊 黄金暴涨笑开花 大发心态值得化 早年同货放在家 认主价值 跌投胖 好了 我是恩哥 赶紧上车 我会在这些地方下车